河北石家庄的最高温度下降了4摄氏度 只有0摄氏度 大幅降温让街道上增加了更多冬日的清冷气息 河北宝定复平县上午8点的气温为零下7摄氏度 比前一天下降了11.8摄氏度 邯郸的气温普遍下降了6到8摄氏度 在河北苍州上午10点左右开始飘下了纷纷洋洋的雪花 截至到下午4点雪还在下 下着下雪 今天恰恰特别冷 羽绒服 帽子 口罩都得戴上 太冷了 河北省迹象台上午11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 未来两天 河北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将持续下降4到6摄氏度 局地将下降6到8摄氏度 提醒人们注意防寒保暖